遠景獲報有人疑似亮刀 想要傷人 就怕會有意外發生 立刻衝進辦公室裡 只見一名老翁神情激動 不斷和市府人員你一言 我一語 雙方吵得不可開交 只見市府人員頻頻安撫對方情緒 才讓老翁卸下心防 乖乖配合警方調查 經過遠景收身 當場查獲一把菜刀 還有剪刀等攻擊性武器 當時老翁眼看自己的房子 被列入違建 拆除名單 氣得跑到新北市公務局 想要陳情 但在過程中 他卻拿出刀蟹涉嫌恐嚇 嚇壞承辦人員 老翁揮刀嗆瞎 意外發生在三十號下午 新北市府公務局 原來當時違建拆除小組 準備前往老翁公寓會刊 因為他名下的儲竹套房 格局大有問題 需要限期改善 原來這名老翁在新北市土城 買下公寓擔任房東 只是新北市公務局在日前接獲檢舉 他疑似違法改建 於是前往現場會刊 經過比對發現原本三房兩位的格局 變成四間套房 明顯與竣工圖不符 因此違法開罰 但老翁認為自己購買後 並未變更過 根本不知道是違建 提起兩次行政訴訟 但都無功而返 才會帶刀 想要引發關注 過程中取出菜刀與剪刀 以表達不滿情緒 無揮刀或攻擊的情勢 巴巡老翁為了房屋違建 裁前問題 竟然在公務局兩刀恐嚇 即使沒有揮刀商人 但也已經造成市府員工 和洽工民眾人性惶惶 金熊紅姐王仲君才不到 立刻下載進行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